它會有一個採水器 然後從水面 比如說我們現在是上市設定 水下的1.5到2公尺 行政院長陳建仁到金融視察 大五輪浮標監測站 及無人機及時引下海域安全系統 強調政府鼓勵民眾青海政策 如果有很好的科學證據 就告訴我們說 現在這種有種技術不太好的人 還是可以下水 或者是說在什麼情況下可以去調理 我想這樣就讓我們親近大海的機會 也就越來越多 而且越安全越有保障 我想這就是我們 之間道輪水溫跟浮標觀測系統 這個設置的重要性 當然剛才我們管主委說 未來我們要這樣建設 要滿多的經費 就是如果能夠提供民眾 一個接近海洋 還有這個尊敬海洋 然後好好的來能夠再進入到海洋 去活動這樣的一個機會 我想我們政府這樣的投資是有必要的 基隆市長謝國良在支持時強調 基隆近年來配合行政院 向海致敬政策 有鑑於去年北海岸海域意外事件頻傳 基隆市政府持續和行政院各單位合作 我們去年發生了一些讓人非常遺憾的一些事故 那在這之後呢 我們也跟包括北關處的陳處長 我們也密集的合作 我們持續跟行政院各單位 共同發現問題解決問題 強化海灘安全風險告示 整合中央跟地方既有的資源 我們本市現在有超過7支以上的 海岸監視攝影畫面導入GoOcean平台 那雖然有導入GoOcean 其實我自己也常常點在那邊看 看有沒有人在那邊就是 游的太遠等等 所以我們也是要跟院長報告 我們也是非常重視這個事情 後續的一些大家的合作跟處理 今年開始我們也配合海委會 作為海岸實驗基地 開發以人工智慧偵測離岸流 視別技術並建立告警機制 透過科技辨識離岸流 及長浪的隱形殺手 建立國人從事海域活動時的 風險評估概念 提升海域油氣安全 減少意外的發生 剛剛市長所說 我們基隆市在做離岸流AI辨識 我們對於這個計畫給予很大很大的期待 所以我們二話不說就可以支持 除此以外我們也在安平 要做一個總體的海域安全示範計畫 所有海域安全示範計畫 在今年度比去年度 我們總體的補助經費成為過去的三倍 這個都要非常感謝陳院長的支持 而以基隆來講的話 我們去年的補助真的太少了 所以今年的補助稍微一增加 就成為去年的五倍 那最近可以顯示就是說 海域油氣的安全 真的也是保留民平安的 山安四海當中的重量領返 就要尋處在海上的救生救難以外 那海域油氣的安全也是有所重視 隨後陳建仁和海委會主委管碧林 金融市長謝國良共同視察 浮標監測站及無人機即時引向海域安全系統 透過海洋安全科技的投入 可以讓民眾親近大海機會越多 越安全也越有保障 記者 黃紹明 金融報導